其實是一個蠻改人的三段的愛情故事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主軸其實是 在講當不可避免的天災發生的時候 對我們的關係以及對我們自己在關係裡的狀態 可能就是一個最好省事的機會 然後我覺得地震其實是台灣最熟悉的場景之一 但是很少有人把地震拿來入戲 這次我就想說在三段看起來很簡單很平凡的愛情裡面 因為一場地震的偶然介入 然後這三段關係起了一種什麼樣的變化 所以才會有這次的發想 其實之前就已經看過他一些影像的作品 然後很偶然的機會其實黃建偉也跟我推薦過他 然後他那個時候也在跟黃建偉拍戲這樣 那很偶然的機會我們就碰面了 然後一拍即合吧對不對 對 其實我一直覺得他是一個很有潛力的演員 然後我也一直覺得其實在劇場表演這一塊 我一直很希望可以打破一個概念 就是說我一直覺得他是一個 他應該是一個跨界的狀態 我覺得應該讓很多有才華的人 然後無論是從哪個背景出來哪個地方出身 然後把他們匯聚在舞台上 然後呈現給觀眾最好的表演 那我想我成就想一直都是秉持這樣的原則在做戲 然後日常練習曲恰好這次是體現這條概念最好的一個示範這樣 那現在要不要講一下就是當初找你的時候 怎麼樣 找什麼 找你演出 然後你什麼戲劇讓你願意介紹的 呃就 就其實我一直都很希望能夠有個舞台劇的磨練 然後剛好看了那個裴光老師的我記得 然後我就很喜歡 結果就認識了裴光老師 然後就在一次的 呃飯局中 就是他想要就是 邀請我來演一個角色 我就很開心 就覺得哇機會來了 就是一個 呃 可以好好的 就是磨練一個舞台劇的地方 然後又是跟我喜歡的裴光老師一起 就覺得很幸運這樣 沒想到後面變成魔鬼訓練這樣 欸我好喜歡喔 我還怕不夠魔鬼勒 是是是是是是 所以接受了什麼樣的魔鬼訓練 其實也沒有到很魔鬼 就是一直不斷的排練 然後 呃 老師也一直挖掘我心中 可能有一些 心魔的東西 然後去解開這樣子 嗯 那你覺得自己 對自己來說 最大的挑戰 最大的挑戰 應該就是連續演22場 吧 對 然後我本來覺得我 就是 應該不太會忘詞或什麼的 但 我昨天竟然忘詞了 呵呵呵呵 但我覺得就是一個 磨練就是 忘詞之後 要怎麼樣讓 大家沒有發現 嗯 還好我找到方法了 就是 呃 再往台詞講一遍 沒有啦 沒有啦 就是迅速的改後面的台詞 讓他連貫下去 這樣 嗯 而且這次在這個群眾 上海會倒追的大樹 對 講一下那個角色 嗯 就在這個角色很特別的是 就是我喜歡上一個 很溫暖的大樹 然後 呃 就是大家都可能覺得 美女談戀愛 很很很容易 然後隨便就是告白 一定會成功 結果還是被拒絕 然後就是 這這角色其實 就是還蠻寂寞的 就是很 想要一個人來關心跟疼愛 但是還是失敗了 所以就在這個角色 一直體驗他的心情很好玩 那現實生活有這種準備嗎 現實生活中有 啊就是 以前念書的時候也是喜歡 有喜歡的人就會告白 然後也是有被拒絕 就 哭著回家這樣 所以是 能感感 有感同身受的感覺 但是長大就不敢再告白了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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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